OK我们开始写代码 写代码之前我们要先做几件准备工作 第一个呢是我们要打开我们的环境中的webpack.dev.config.js 然后找到这个devserver 这个地方我们要加一个代理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去加载的那个阵层数据 加载阵层数据呢就需要一个服务端去提供一个接口 来去RJX去加载 但是服务端提供的接口呢 如果是他提供9000的端口的话呢 他会和我们的webpack.devserver给冲突了 所以说他只能提供一个别的一个端口的一个接口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加一个proxy 我们加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立马去演示一下 我们先写啊大家跟我写 proxy里面呢比如说我们凡是获取API开头的 都去命中这个代理 然后这个代理呢他的target是什么呢 是http localhost8880 好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等会要起一个 localhost8880端口的一个server 这个server呢 我们起来之后可以通过 localhost8880端口来访问 也可以通过代理的这个9000端口来访问 因为我们这个系统是9000端口的 那如果我们系统9000端口的直接艾迪克斯广访问这个8880端口的会命中跨域 命中跨域呢我们就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就会增加我们的复杂度 所以说我们这要地方直接加个代理 大家看啊 差一句 这个地方又是代理模式对吧 我们之前讲过代理模式吧 代理模式就是说我们没有权限去访问8888端口 就是比如说 我是这个目标 然后呢这个被访问者的是8880端口的一个json文件 但是我没有权限反问 为什么我没有权限反问 因为我在9000端口下 9000端口下 如果直接反问8880端口 它是个跨域 是吧 我没有权限反问 怎么办呢 那中间加一个代理 这个代理呢 就是这个webpack dv server 这个配置的功能 好 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实验啊 我们做一个实验 先把这个给它跑起来 好 我们 我们在这个目录下 我们到我们常用的这个环境的目录下 我们npm run第一位啊 这个命令已经很常见了 对吧 好 我们给它跑起来 稍微等一下 好 大家看这个是9000端口 对吧 9000端口 好 已经出来了 这是9000端口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干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要在这个 这个还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目录啊 大家看一下 还是我们代码环境的目录 好 在这儿呢 我们要干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 在代码中 我们找到isrc文件夹 大家看找到isrc文件夹 然后里面加一个demo文件夹 你自己创建一下吧 我已经创建完了 就是建一个文件夹 特别简单 然后demo文件下面呢 我们再建一个api文件夹 api文件夹下面呢 我们再建一个文件 叫什么 叫list.json list.json 好 里面呢 我们写一个数组啊 我们随便写点json格式的东西 图里面写一个元素 比如说id 等于1 然后name等于什么呢 就是等于 js面试题 这是我的一门课啊 然后比如说price等于149 就这样 这样特别简单 对吧 我们可以再 弄一个 好 我们建完djson之后呢 这是这个srcdemo和api 文件夹下面的这个list.json 然后我们到我们的目录下 我们进入这个src文件夹 然后再进入demo文件夹 好 大家看 这里面就只有api api里面呢 就是我们刚才建的这个list.json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运行一个attp-src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哈 8880 为什么这要运行 大家看一下 我们代理的时候呢 是代理到这个logohost 8880的 所以说我们这儿呢 要跑一下这个8880 大家看我们当前的目录下 有api文件夹 以及api文件夹下面呢 有这个list.json 如果我们这个目录下 直接去跑这个8880的 这个端口命令的话 那不用问哈 那我们在这儿 通过logohost的 8880 api 然后list.json 肯定能复取 大家看 是不是能复取到 我们刚才建的这个data文件 这个没有疑问啊 然后呢 是我们通过代理知道 凡是命中这个api开头的 都可以将代理这个端口 命中到这个9000端口中来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api 开头的请求 然后他现在是8880 这个没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儿开放的 就是8880 但是通过这个db server的代理 我可以将这个api开头的 这个请求 命中到9000端口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出入9000 好 刚才是有缓存 我强制刷新了一下 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那如果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再 把这个原文件给改一下 我们改成 加几个零 保存 刷新 大家看是不是 已经改了 好 我们把这个9000删掉 再捋一遍 就是说 我们启动了一个8880的 一个端口的服务 然后这个服务呢 是以API开头的一个请求 有API开头的一个请求 但是我们这个 webpack db server呢 它可以通过代理配置 将这个API开头的这个请求 的所有的端口呢 都给映示到这个 代理到这个9000端口上 所以说 我们都可以通过9000端口来访问了 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个 我们自己的db server 跑下来的这个9000端口的这个 应免中 再去阿杰克斯 请求这个9000端口的这个 迪森 就没有跨域问题了 如果是我们不代理的话 从这个9000端口中 直接去请求这个 比如说截取 这个8880 虽然说这个能会到 直接访问能会到 但是通过9000端口去 请求这个880的 会有跨域的问题 当然如果 你这儿连跨域都不知道 那是另外的问题 如果你现在都不知道跨域的话 那我建议你还是尽早的去查一查 这个功能是比较基础的 好 这是第一个准备 就是我们的这个代理配置 第二个准备呢 我们要安装gquery 因为我们是用的这个 先停掉之前的服务 我们是用的gquery做的 对吧 安装gquery 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ok 这块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再做下一步 第一个 我们要打开index.html 这个里面呢 我们说过 我们需要一个容器 对吧 我们在讲那个 用的图都是说过 所以说我们这儿加一个 ID等APP的一个 DIV 这是一个容器 ID等APP的一个DIV 这是一个容器 让我们保存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 以免模板文件 index.html 就可以用了 后面就不用再改了 好 这是一个 接下来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 SRC的demo里面 我们去 处置化这个 app.js 就是我们为了方便呢 我们把小项目 所有的代码都写到 这个ISRC 代码文件接下面 这个app.js呢 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class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其实什么都不用写 就是写上最基本的 一个init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至少是满足 我们的一个基本的需求了 好 我们可以 先这么写 xbox xbox default class app 然后就写一个init 就可以了 就是先放在这 好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个 src的index src下面那个index.js 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个入口代码给它写上 我们写什么呢 写这个impulse app from demo app.js 我们把这个引用过来 然后let's app 分成成new app 然后把这个app给它传过去 然后app.init 还有一点忘了 因为它要传参数 传参数就是说 这个app是什么呢 这个app就是说 是刚才我们 那个index.js里面的这个id 是app 我们要把它这种程度传过去 但是从那传过去呢 你肯定得这个app里面 得有一个过度函数 去接收 对吧 我们给它补上吧 就这写一个id 好 过度函数接收呢 就先这样 我们先接收上 接收之后怎么样 我们先不管啊 好 那我们保存 然后这个呢 也保存 好 这样的话 到这个地方 到控制台中 再去启动npm run 第一位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报错 或者说有没有效果 好 大家看这个音面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我们看一下 element里面 它有一个 drvrd.app 是吧 有的说 已经符合我们的预期了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把这个内容都删了 只有一个空的drv id.app 然后我们写的这些代码中呢 其实什么都没有写 全部是空着了 但是没有关系 这个地方说明 我们真正的是 已经给它跑下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enit里面 给它console.log 123 保存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123已经出来了 是吧 这种代码已经跑下了 这样的话 我们有了这个基础的环境呢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正式的去取代码了